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饿了吗 过来当食材小班说 绾菌 他的理由 我超 risk的 那么少多 来 别 好玩辛苦做了 别说你就浪费了 你来得倒是挺快的 我就是怕你浪费食物 你是怕食物凉了 不利于口感吧 我一向都很尊重食材 酒店进行的主厨比试 要自己设计菜品 这是我的第一道主食 霍林顿牛排 我可没这么小心啊 我只是想要证明 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食材的第一标准 永远是新鲜 霍林顿牛排 它是一道可以检验 西餐厨师厨艺高低的一道菜 裹着脆皮 你看不到里面的生熟度 火候就很难掌握了 时间久了 热会冷 时间短了 可能里面还是剩的 成功与失败 你只有切开的那一刻 才知道 难就难待 牛排方无规则 所以 成败万年取决于 厨师本身的 感觉 可 美食家呀 那就请美食家帮我来尝一下 这道牛排做的好不好 好啊 我 好极了 我不是在问你的感受 我是在问你妈妈 郑总的感受